你知道 我以前就覺得 我跟唐鳳是不同世界的人 我現在更覺得 我跟他是不同世界的人 因為他不管你講什麼 他做什麼事情我都看不懂 我也聽不懂 明明你講了 我現在拿了兩百多億 我要去搞一個數位發展部 數位發展部 你照樣講 你要保護台灣吧 你在數位發展上面 你要做一個防火牆嘛 甚至你要有一個攻堅部隊 幫我們去發展某些東西嘛 搞了一個什麼 賣這個什麼的 油庫口的這個麵線 大家講了半天 他開始做解釋了 他解釋得莫名其妙 沒有錯 我昨天在這邊痛罵唐鳳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你拿兩百一十八億 這樣的錢 你連基本的短期目標 中期目標 長期目標都沒有 就告訴我開發一個面線線上點餐 你給我拿兩百一十八億 我很不爽對不對 結果我沒想到 他們昨天數位發展部發了一個聲明 我看完聲明更不爽 更不爽 我跟你講為什麼更不爽 他聲明說什麼呢 他說數位發展部 這個東西不是只有點面線而已 這叫台灣雲市集 這個功能不是只有點餐 還有數位轉型 人資管理 遠端辦公客戶關係管理等等 哇 寫得很高大上對不對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 我家巷口賣面線的 他要什麼遠端辦公 他要什麼客戶管理 他到底要什麼什麼這個數位轉型 我講白話文嘛 你今天你如果拿油庫口去做舉例 他就沒有什麼客戶關係管理吧 我家門口賣面線的每一個都認識誰誰誰嘛 有什麼好客戶關係管理 不是 大家現在急的是 你現在已經有Uber了 你現在已經有熊貓了 甚至剛剛講 你現在用任何的網路的採購 這麼樣的方便 我幹嘛要你來做 而且你每天給我發明新的名詞 用什麼多元宇宙啦 用什麼魚市集啦 我在說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啦 對嘛 那我就問嘛 你如果今天你瞄準是小吃店 我真的沒有看過小吃店需要人資管理 小吃店就是媽媽帶小孩嘛 然後帶女兒嘛 嫂嫂媳婦嘛 你有什麼人資管理 好 那如果你說你正好你是外行 也有小吃店做大像胡鬚章那種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接受 那你數位發展部哪一個出來嘛 你的指標案例是什麼 你都為什麼我可以接受 就有些小吃店在轉型的過程中 他想要變大 想要連鎖 想要變像胡鬚章一樣 未來想上市上市OK 那請問你數位發展部在裡面的角色跟內容 跟指標案例是什麼 沒有嘛 他想了半天他指標案例是 部長可以去郵庫口面線點餐嘛 表示他手上沒有料嘛 所以我當然懂什麼叫數位發展 我當然懂說小吃要做大 要上市上規要集團化要連鎖化 需要政府進入來輔導 可是問題是我火大的事情是 你數位發展部一個項要案例都拿不出來嘛 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他說數位發展部 他說這個雲市集在110年7月到111年 就今年11月已經協助3萬7千加7月轉型 這麼多 3萬7千加耶 那數位發展部什麼時候成立的 今年8月 那請問你110年7月到7月8月 跟你沒關係耶 跟你沒關係的狀況之下 請問你是割別人的到尾耶 我不知道他的原始業務是誰 可能是科技部 可能是經發 經濟 經濟部 可能是經濟部或科技部 我不知道 畢竟說 有你沒你 你就是拿以前舊的計劃 然後舊莊新平 然後變成你唐鳳的政績 你這個不是露線嗎 那你露線過程中 你還有臉去發聲明說我們在做事 第二件事情 你3萬7千加你找不到一家 比點面線更撐頭的案例嗎 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你錢當然是白花吧 如果我還是公務員的話 我應該會主動積極掃關系 去蘇法部 對 調職到蘇法部去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對唐鳳就是三個字 姆薩薩 這個人到底憑什麼可以當數位部的部長 他之前的簡歷是什麼 他的專業是什麼 姆薩薩 然後他當了部長以後 蘇法部的成績 政績是什麼 大家也姆薩薩 可是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蘇法部現在變成數錢部 大家都在幫他數 他到底怎麼花的 花到哪裡 剛剛提到說他的辦公租金 14個月7千萬 花了3千萬裝潢 我告訴大家這不誇張 誇張的是什麼呢 你總共就只租14個月中繼辦公室 你其中還有3個多月在裝潢 但好不容易 裝潢的時候還是要付租金 好不容易裝潢完可以上班以後 大家知道蘇法部在2022年的年底 幹了一件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開始實施一個叫做遠距辦公計畫 不用進辦公室 也就是說蘇法部的同仁在疫情過後 反而可以申請遠距辦公計畫 請問一下如果你是公務員 你是想要在家裡遠距辦公 還是想要到辦公室來辦公室 當然在家裡遠距辦公 結果大部分的同仁就申請了遠距辦公 然後接著 所以你給我花了7千萬租了一個辦公室 你給我遠距辦公 然後這個辦公室就養蚊子 對 更好笑的是 當年為什麼租新光 花這麼高的價碼租新光 因為唐鳳講了一句話 交通便利 可是同仁都在家裡上班啊 為什麼要一個新光大樓呢 然後有立委幫他去算一算 實際到場上班的人 跟整個租下來的這個辦公室的坪數 一個人可以用到快要10坪 也就是這個攝影棚 就是我一個人在這邊辦公 其他的人不是在家就是在國外 因為在出差嘛 對 好啦 那講到他出國的費用 不是在飛機上 就是前往機場的路上 對 又或者是在家用網路上班 好啦 那蘇發部的同仁 既然可以在家用網路上班 也很符合蘇發部的專業嘛 那請問一下唐鳳跟這些人 為什麼一天到晚出國呢 你不能用視訊會議交流嗎 你的資訊聯防不是應該你在台灣 他在美國 然後雙方進行資訊的聯防嘛 你人到那邊去那還聯防個什麼鬼呢 剛剛提到說首爾那一趟行程很誇張 那一趟行程還好 還有一趟最誇張的 我幾乎敢等 笃定這一趟一定是部長要親自去 兩個人去 然後只去8天要花72萬 也就是兩個人的一周遊 一周遊一個人要35萬到舊金山 大家知道西岸的機票錢沒有多貴 他一個人35萬到底是怎麼來的 然後其中機票費一個人要17萬 我說我看這個我就知道 以後我當工會員這麼多年 我就保證這是為了部長量身編列的 一個機票要17萬 那就一定是商務艙啊 這一定是唐鳳 或是未來的數位部長要親自去的 不是 我算了裡面 每個都商務艙 你說你去遠的地方商務艙 我還可以接受 你們去首爾商務艙 新加坡商務艙 這太誇張了吧 然後我們看看 我們幫訴發部統計 今年他一年出國的天數329點 那代表什麼呢 訴發部天天都有人在國外 我們的訴發部天天都有駐外使節 正在國外上班 而且我去看去年 訴發部的出國報告 我告訴大家 都是科長以上的層級 那請問一下 主管都在國外 那他們的主員在台灣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齁 所以難怪訴發部沒辦法打炸 沒辦法做決定啊 我們的長官從部長 次長 主任秘書到科長 都在國外 全部都在世界非 你看他出國 從美洲 南美洲 亞洲 東北亞 東南亞 什麼州都去了 就只有非洲沒有去 因為生活太艱苦了 所以大家都在出國 然後我再去統計這32次出國 總共有135人次 大家知道訴發部也只有300多個人 一半 所以你看多麼幸福氣耶 我只要在訴發部 我有1 3分之1的機會可以出國 然後我還可以 就算出不了國 我還可以申請在家辦公 所以 大家就在講說 那你訴發部到底成績是什麼 大家就在看你的成績是什麼 結果看來看去就是花錢 花錢 出國 出國 然後更讓人家難過的是 更讓我難過的是 剛剛寶傑哥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點面線的系統也沒有了 原本 點面線都不能賣了 連點面線的系統 好不容易大家覺得印象深刻 訴發部做的事就是 開發了一個點面線的系統 結果原來點面線的系統也要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訴發部到最後就是一個 神影部 過去8年我們看到了 民進黨在立法院一黨獨大 在一黨獨大的狀況下 大家最受不了的就是 民進黨完全雙標 而且民進黨完全的 毫無選擇的擁護他們的這個執政團隊 但現在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也就是之前我們曾經談過就是 一個親綠的媒體自由時報 居然花了三天在A300 拼命的非常嚴厲的攻擊訴發部的部長 唐鳳 而且我們看到攻擊的對象來自新草流系 也就是跟我們現在新當選的總統 賴清德同一個派系 而今天更妙了 今天新潮流居然把唐鳳找到了立法院 而且找到立法院以後 當然各黨都進行諮詢 可是你看到各黨諮詢的時候 藍白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但是你看到現在包括林俊憲 包括許志杰都給他強力的一個抨擊 一個抨擊是說你到底對於所謂的假消息 對於所謂的作假你到底有能力辦到 而更不用講許志杰直接質疑 你的出國經費花這麼多錢 完全沒有實際的成效 也就是你的工作完全沒有成效 而且你又花了這麼多錢 好 但要想問的是 為什麼現在新草流系 民進黨內部要對唐鳳出這麼重的手 不是520就要整個內閣總資 不是520就可以把它換掉了嗎 為什麼習這個在現在要出這麼重的手 到底是唐鳳犯了天條 還是民進黨內有我們看不到的暗潮洶湧呢 大家都問你打仗有打過誰記得嗎 你所謂的對假消息你有能力嗎 你什麼都沒有能力 可是你卻亂花錢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真的是讓大家大開眼前 因為過去一年我相信 台灣的民眾都對於數位發展部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覺得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但是今天被拿出來打的 是民進黨自己的委員 自己把唐鳳給射出去 然後開始拉弓直接打下去 打下去之後才發現說 被民進黨編 而且真的是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好 今天這兩個立法委員都蠻特別的 包括林俊憲 包括許智姐 這兩個都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就是賴清德的一個派系 尤其是林俊憲 林俊憲本來可以說就是來貫徹賴清德 清電他的意志 他直接把唐鳳給拉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說 總統大選出現了很多作票假消息 在TikTok上面廣為宣傳 在訴發部 你有做任何事嗎 你可以管理抖音嗎 沒有 沒有 那這個東西 你連去談都沒有談 對 連這種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選舉 那另外來講 他說 我們完全看不到效果 對 你根本把台灣變成一個沒有政府 沒有法律的地方 對 如果你這個東西弄下去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說 哦 原來今天民進黨執政 你還有看過一個執政黨的立委 在打自己的部長 打了這樣一針見血嗎 然後呢 後面還有補刀的許智傑 他告訴你說 出國金費花這麼多錢 但後來好像又沒看到什麼實際的效果 你覺得他的語氣比較軟一點 比較輕一點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才是殺招 因為你把這個東西勾出來了 大家就來看 你光辦公室的搬遷 3.9億 如果你不是後面集3千寵愛余醫生 你今天弄一個部長給你做 很多的部會 叫你去哪裡就去哪裡 你自己去修散一下你的門窗好不好 頒簽費就3.9億元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的租金1.2 等於說14個月 要花到7千萬 7千萬這個東西 我覺得後面一定還有貓膩書 你台北市的A班 最貴的就是101跟南商廣場 單品也才4千塊 你到底怎麼租到這個7千萬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許智傑 把它勾出來更可怕 另外一個是出國計劃的預算書 3千736萬 你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看到的 現在大家就想說你唐貨幹嘛 你只有興趣出國 你沒有時間 沒有興趣辦公 那你到底錢花拿去 我們這樣子的羅線 現在才看出來以後 把大家嚇死了 它這種所有的行程 都比我們所有的最豪華的 豪華的觀光團還要貴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位部 它的這個行程 出國的東西 先看一個質量 看看一個數量 你113年 你的出國計劃 32項 32項 12個月32項代表什麼概念 一年差不多就快3個 對 一個月就有3個 一個月3個 一個月就有3個 然後你出國就是5到7天 那你不是幾乎在國外嗎 你不是在出國的路上 你就是在國外 然後呢 你想想看29項的會議 才3項的考察 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不要講太遠的地方 我們先講我們比較熟悉的 韓國首爾 很多人都有去過 韓國首爾 它4個人編出來的東西 一個人竟然要到 11萬7250塊 我們有同事剛剛去完韓國首爾 也4個人 4個人花不到11萬 他一個人就要花到11萬 然後呢這個交通費 還有6萬8千元 6萬8千元 你去首爾 對 首爾 6萬8千元 大家都很多人都去過首爾 你去6萬8千元 你不管是做綠色的航空 不管是做小花的航空 你有辦法做到來回6萬8嗎 你派了4個人 跑到那邊4天 4天剛剛講 你前後兩天都是行程 對 結果你剛剛講的 一個人要花到 11萬7250元 光是交通費 花了6萬8 是首爾 去首爾 那你大家就懷疑嗎 你這6萬8是做什麼 難道你不是做經濟艙嗎 難道你是做什麼 豪華經濟艙 還是商務艙嗎 你6萬8 你是不是給我做到頭等艙 那這個東西你敢編出來 然後拿出來看之後 大家就嚇傻了 另外來講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叫做生活費 什麼叫做生活費 生活費就是日資費 就代表說 你今天代表 速發部出國之後呢 我編了預算給你 你就可以放在口袋 放口袋 這個東西喔 不用像我們記者出差一樣 我們還要去寫單句 然後呢 都怪怪我們語言不通 還硬要跟他們拿收據 因為沒有收據不能報銷 這個東西放在那邊 就是你的 好 另外來講 首爾 新加坡 新加坡這個更離譜 新加坡你總費用 從進來一個人要17萬 你分去新加坡 你到底要花什麼東西 你到底要住什麼高級 五星級的飯店嗎 我剛才就算五星級的 17萬 我都覺得花不完 好 交通費一個人就要7萬塊 你到底是飛什麼 你自己包私人飛機去嗎 然後呢 最可怕的就是我們來講的生活費 每天 一萬一千 一萬兩千 一百二十五塊錢 一個人 去新加坡的生活費 剛剛講 你去新加坡交通費要7萬塊 對 我已經覺得莫名其妙了 結果你的生活費 一個人要一天要一萬兩千一百二十五元 那一萬多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你在飛的時候呢 你還可以拿到這錢放在口袋 然後呢 你下去之後 保傑哥 你去參加會議 難道沒有主辦單位 會接訪你嗎 會接待你嗎 你幾乎自己就花不到什麼錢啊 但是這個還是一樣 牢牢的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好 那我們剛剛講 我們舉出了首爾 我們舉出了這個新加坡 是因為大家比較熟悉 底下我們看到 去救星山很可怕 救星山一次 去十五個人 去幾天 去四十天 花多少錢 四百四十二萬 你還跑到了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你派幾個人 你想派二十一個人 你蘇巴布台幾個人 你居然派了二十一個人 要去二十四天 你要花多少錢 花五百九十一萬 你去華正頓 四個人花十四天 一百一十一萬 好 我覺得更誇張的是吧 幾個地方 每個地方都是百萬計算 對 華正哥你知道嗎 這東西看起來就是什麼 我們的希望 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繞著地球跑 繞著地球跑就是他們 前面我們都不要看 你看二十五項到第三十項 三十項你去哪裡 去了美國 然後到了舊金山 到了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到了希臘雅典 你都到了芬蘭 你到了美國 到日本東京 到波士頓 像不像是我們的夢想 如果一天我們財富自由 我就要繞著地球跑 世界跑一圈 但是呢他不用 他拿的就是你我納稅人的 血汗錢繞著地球跑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不是只有磁爆 世界大家都開始算 原來數位部平均一年出國 九點三天 剛剛講到 預算 還增加了三倍 對 他們都在出國 但是呢 我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的詐騙有變少嗎 沒有 你就是來打炸的嘛 你就來做假訊息的嘛 你就是來打這個身為的嘛 你完全沒有 你不要多東西 你把它統計下來 詐騙犯爛 詐騙犯罪的所得呢 再創新高 各式各樣的犯罪 全部都是再創新高 電信詐欺 網路詐騙 投資詐騙 任何的東西 砰砰砰砰砰 每個 看這個趨勢 每個都是在網上 然後呢 我們基層看 從人抓到那些 詐騙的車手 每個人車子打開 幾百萬耶 現在抓 以前抓到 你在操上 都是十幾萬 現在都是幾百萬在拿的 數位部越來越飛 出國越來越多天 而且享受越來越豪華 結果我們的 詐欺的氾濫 越來越嚴重 對 那我覺得唐鳳姐講的更不要 他說有啊 我就處理那些電商 電商的詐欺都在減緩了 這些大電商還有你管嗎 大電商自己都嚇死了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花了很多錢在國外爽 他花了很多錢在 讓讓自己開心 但是呢 他完全沒有打炸 完全沒有成效出來 所以現在來說 大家講說 你唐鳳到底做了什麼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民進黨內部都叫他什麼 網紅部長 你想想看 你過去來講 你就是要去宣誓 你就拿出政績 你警察 你至少拿出績效嘛 你蘇惠普拿不出績效 然後呢 網紅部長 躺在這裡 這在幹什麼 在紓壓 他在紓壓 好 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看 大家在詞疑 你唐鳳到底在幹什麼的時候 你拍了一張照片 躺在行政院的這個階段 唐鳳我看到 這個是花時間的 花心血的 因為光 spotlight剛好打在他的臉上 對 因為網紅部長 你正式不跟你搞這種爛事 沒錯 因為他就是網紅部長 他要把自己的聲望推到最高 從這個天才IT大神 一路來網紅部長 然後呢 他用的是什麼 官方的帳號 Digital Minister 數位部長 然後呢 躺在這裡 告訴大家說呢 你要有充分的休息 就有動力 一路以來 你看他接受訪問 自取自己是成功人物 去任何的地方 你人都已經到那裡了 你還有一個什麼 巨大的一個肖像 你就是怕人家不知道 所以呢 他現在來講的話 打仗 所以 不懂 你今天去跟人家做演講 幹嘛 你上面 還要放你的照片 對 所以呢 他們為什麼內部都叫網紅部長 只有網紅會一直在乎自己的露出 只有網紅一直讓自己的臉出現 但是呢 他拿不出的細節 完全沒有 董事長 我看不懂了 今天對付一個唐鳳 我剛剛講 對付唐鳳怎麼跟 民進黨的新潮流系 剛剛講的 鋪天蓋地的攻擊 而鋪天蓋地的攻擊之後 唐鳳居然安忍武將 八方不動 說 我的長官沒有叫我下台 對 這個事情 所以我現在 我為了要 我對這個事情覺得很怪異 所以我昨天晚上特別打電話 問了一位民進黨的立委的朋友 我說你們 怎麼 為什麼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一定要 非要把唐鳳處置到後快 520就很快到了 對啊 時間到他是下台了 沒錯 這個有什麼必要 就立格總辭啊 他不是 他因為唐鳳對國家的傷害 對民進黨政府 甚至於對未來的新政府的傷害 在持續進行中 太誇張了吧 只不過這樣子 後來我一聽聽懂了 我先講這個傷害在哪裡 現在很簡單 抖音從2024年的選戰當中 到今天在抖音上面 還是有一些 對民 對這個政府不利的消息嘛 最重要是假消息 假消息 所以今天 林俊憲 林俊憲講很清楚啊 他現在抖音上面散發大選後出現大量作票假消息 那誰作票 當選人作票 那這個民進黨作票是不是事實 不是 那他現在問題是抖音上面廣傳嘛 那有人在處理嗎 沒有嗎 他今天質詢在講這就是沒有啊 你讓台灣變成一個沒有政府沒有法律的地方 對啊 抖音在台灣都在入島入新 不是他現在自由時報顯得很清楚啊 就是不斷的現在進行 試著在台灣的內部釋放假消息 在打擊台灣的政府跟未來的政府 不是這樣子嗎 懂了 你特別提醒我說 你要把自由時報那連三天的這個攻擊那個內容 拿出來看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麼嚴重 因為自由時報這個是他的起手勢 這個起手勢是刁難身為分析 婉拒 是婉拒台美合作 訴發部打假玩假的 而且他講唐鳳限制偵測假消息等相關業務 我們剛剛講你拼命的出國拼命的花錢 可是針對假消息等相關業務 你居然砍掉了三分之一的原額 那這裡面聰明的內容 誰講的 國安高層講的 自由時報怎麼可能隨意變用國安高層 這代表動搖國本了 當然是啊 這是現在進行是著傷害政府 而且國安高層是什麼意思呢 國安高層沒有辦法 因為唐鳳的背景太硬了嘛 不得不跑去媒體爆料 你看多可憐的國安高層 等一下 國安高層 國安高層已經掌握我們國家的這個生命的命脈 他居然也動不了唐鳳 然後跑去跟自由時報爆料 爆料是選前就已經知道 對 而且美方就有跟國安高層抗議過這個事情 因為台灣的資安問題 在這個跟美國的資訊安全這兩個要聯網的嘛 對 要合作的才能夠對抗誰呢 對抗中國的滲透嘛 因為中共可以滲透台灣的話 也就可以從台灣滲透到美國去嘛 對 這是一連串的 所以要整個防禦網要建立起來 結果唐鳳拒絕合作嘛 唐鳳不配合 他們不是講的嗎 刁難嘛 刁難美方你知道嗎 然後拒絕 他的婉拒是講的客氣 就是不管拖延跟美方的合作 怎麼會有一個政府單位的 搞台灣的資訊安全的最高的部門 政府部門 然後拒絕美國政府跟我們的安全 資訊安全合作 然後不行中 等於大開扇門 讓這些中共的抖音跟其他 長驅直入 能夠長驅直入 影響我們的選舉 影響我們現在的政府的運作進行 他通篇都在指控唐鳳說 你對於台灣的資訊安全完全不在意 前面講說你刁難身為分析 婉拒台北合作 後面還講你資安的演練你也不溝通 他還講說立委批評唐鳳就像無頭蒼蠅一樣 那是立委的想法無頭蒼蠅 但是我再來看 因為我講 我們做新聞有一個基本原則 我們不相信偶然這件事情 偶然代表什麼事情 代表市政還沒有被爆料出來而已 未來再看的話 唐鳳的忠誠被懷疑 為什麼會國安高層 懷疑唐鳳忠誠 當然是唐鳳忠誠被懷疑 嚴重到 你的忠誠懷疑到這種程度 那為什麼蔡英文總統還挺成這個樣子 蔡英文總統經常被騙 不是第一次被騙 上次不是為了高端也被騙一次嗎 但是談一個最簡單的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非要把唐鳳 現在就拿掉的原因嗎 因為很簡單 520之後 現在賴清德的新的局 要開出來的情況之下 如果一直有人在這邊 釋放假消息的話 他的民調會起來嗎 起不來 一定會 但是活生生的做掛嘛 年輕人看TikTok 這次是不是完全影響了嘛 那後面是不是持續影響 會 所以賴清德不能夠容忍到520以後嘛 所以這樣的傷害 必須要立刻解決掉 好 聽不來 這個東西背後 有這麼複雜嗎 而且我重新 再回來 我當時只看到的 自由時報A300連續的打 我就說 你就是要攻擊逃破 可是我沒有想到 他用的字眼 懷疑到忠誠 說你去刁難 去婉拒台美合作 婉拒台美合作是滔天大罪 他敢做這種事情 自由時報的標題 其實有兩個主軸 你看到那個主軸是什麼 一個就是什麼 自損國家主權 國格 一個是什麼 你阻礙台美合作 拜託 台灣跟美國的合作 在綠營當中是神主牌 對 你怎麼可以去阻擋 跟美國之間的合作呢 那如果美國來告狀呢 對不對 我們先不管這個事情 我們先來看內容 他說國安高層 這的確是國安高層 釋放消息 真的假的 就我所思來講的話 從蔡英文執政 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國安高層當中 國安會 我們國安會 基本上會有三個官員 專門在 這個所謂的 處理有關資安的事情 蔡英文講了資安即是國安嘛 對不對 他參加那麼多屆的 每一屆的這個 台美之間的這個 金融資訊論壇 他裡面有 這個三個官員當中 我可以講啊 有兩個基本上是新潮流的 那一個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那種 非常專業的那種 那個官員 專門就是說 從學界挖過來的 然後基本上 有可能就是說 在那邊推行 跟台美合作的 這個資訊安全的時候 結果被唐鳳擋了 擋了之後 擋了那麼多年 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結果你看到 怎麼有膽子擋這種事呢 對 那這就涉及到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擋這些東西 照道理講 台美合作不是很好嗎 我都猜測啊 跟商業利益都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跟商業利益有關係 在商言三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資安工作 他不是單純只是為了安全議題而已 當然我們知道說 惡物戰爭 大家看到了 基隆體系被影響了 或怎麼樣 當我們美國協助台灣去建構一個 防護系統都OK 你看他裡面寫得非常細喔 鉅細民意 說什麼國營事業的人員想要參加 結果還要國營事業 每個單位都要自費參加 結果連唐鳳都把他擋掉 就說不要犯這個東西 不要弄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說 所以你說自由時報對他的指控 不是只是給你下帽子 不是只是扣你這個所在罪名 連你幹了什麼事情 都去細迷的描述出來 那就是一點一滴的 累積下來的東西 一個一個跟自由時報講 所以自由時報 每一件故事都把它寫得 非常的透徹跟徹底 那問題是說 現在台美之間要建構這個東西 它是要錢的 它是要有商業利益的 為什麼 因為資安公司 相關資安公司來講的話 不管是美國日本 它是非常強大的 台灣的資安公司 背後又是老闆又是誰 我怎麼樣這樣 我是大膽猜測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美國在交手過程當中 美國不會很輕易的 一直在告訴你說 只有國安問題而已 它當中牽涉到了美商的利益 對 牽涉到台商的利益 所以這當中來講 到底唐鳳你黨的因素是什麼 你如果說忠誠度沒問題的話 那是不是商業利益的問題 那如果商業利益的問題的話 你在替誰擋 或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這個事情就變得非常棘手 為什麼很多人說很複雜 因為如果說表面上是一個國安問題來講 但是自己現在又是一個商業利益 商業利益 那你是擋到誰的利益 所以這些來講的話 是不是它已經擋到人家的財路 或者是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不配合什麼事情 那使得很多派系 乾脆把它拔掉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是綠營搞他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在這裡 好 候選 應該難跑立法委員那麼久了 從沒有看到 民進黨綠營的立法委員 居然出仗著手 而且 這真的跟蔡英文有關係嗎 我今天這樣講 我大家先回想一下 今天這禮拜一不是那個 為了那個海巡署 不是為了一個報告名稱吵半天嗎 對不對 兩個 草委員在那邊吵半天 一般 委員會開一開始的時候 照各位單位來那個 專案報告是業務報告正常 但是這中間就有奇效 我們看交通委員會 這個禮拜排什麼一層 這禮拜的一三四 禮拜一 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吳昆辰列席報告業務 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禮拜三 交通部部長王國財 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被質詢 今天是什麼 邀請書法部長唐鳳 列席業務報告並被質詢 另外第二個題目 邀請數位發言部部長唐鳳 就112年度出國預算 辦理成效及113年度預算 效益進行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些數字 對 民進黨的趙偉 李坤哲 特別擺了一個擂台 把數據拿出來 讓你藍綠立委把 把個性拿出來 把他痛打一頓 所以一般來講 我叫你來報告 我可以給你一個可以 粗略的這個所謂的內容 可是他今天很白的是 你要把你的出國計畫表 給我羅列出來 就是這個羅列出來以後 整個社會炸鍋了 他就是知道說 你看前面兩個都是業務報告犯犯的 你就來講什麼 唐鳳的部分東西 所以那時候 王國才不是還被人家藍尾罵說 你連那個機場的東西 你一半個字都沒有帶 這樣也可以混過去 李坤哲對他是這樣 對不對 對到唐鳳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 單獨給我列一個報告 全部給我列出來 這是幹嘛 就是藍綠綠的用力K下去嘛 背景硬嘛 所以你說前面兩個其實都是叫你的報告 是放過你的 對 這個是真的要獵殺唐鳳的 我就放一個擂台在這邊給你啊 對不對 剛我今天跟廷輝剛剛的話 唐鳳這幾年不是出國預算多而已 他發包包的預算也非常非常多 發包 他說要非常非常多 錢再往下面發 他沒有做 做沒有 他自己沒有那麼多人力 或者說也沒有那麼多業務 其實花了很多錢在發包 那個東西才 已經給你200億籌備這個東西 每年給你這麼多的預算 還要讓你每天出國 結果你還到處 你的業務還是左手換右手 發包出去 我就有很多錢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廷輝剛剛講說 打人家財路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他平常真的 真的發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今天的狀況 為什麼唐鳳會變成這樣 一開始在講 自由的時候還看不清楚 我剛剛講李昆哲的時候 大家就看清楚 就是說 大家就是 一定要把你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把你幹倒 可是因為你背景太硬 自由出來幹不倒你 我都沒有想到說 自由時報要去打一個民進黨的官員 打三天打不下來 沒有 我們剛剛講嘛 就是說為什麼A3重要 因為A2通常就是一般的政治 A3是我今天這個報紙 我想要用力去凸顯的專題 我連續三天我都是要 就是要打你 你看那個是那個什麼 而且聽說服有出手沒有壓下去 蔡英文有出手沒有壓下去 所以唐鳳今天還敢講說 我老闆沒有要我走 他現在很挑釁跟你講說 我感謝自由時報啊 對不對 對 對 他還講說 感謝自由時報 給我說明的機會 但是我跟你講 有本事你看倒我啊 對不對 你說那是 那是陶鳳跟自由時報嗆聲 不然你就不要講話就好了 你不是跟自由時報嗆聲嗎 對不對 你這樣修理我 我還是穩如泰山 我老闆還是沒有要我走 對 李昆哲擺了這個擂台 我還是沒有要走 所以那個狀況就是說 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賴清德想要他走 可是很怕他走 很怕這樣不夠 所以又是美國 又是什麼喪權辱國 什麼東西通通都來 然後預算書通通拿出來 讓你去做這件事 只有蔡英文跟賴清德之間的矛盾 那所以 現在狀況還有很多 其實包括我最近幾個部會 通通出包嘛 軍方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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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少將那個馬尾 接吻的 接吻的馬尾妹 結果是高階的艦長對不對 這個東西 我問你啊 今天如果是 今天如果是政黨輪替 你國外不敢去蓋這個東西嗎 你敢去把這個東西遮掉 說那個東西 那個人我不認識 不是自己人 還弄了一個偽證出來對不對 然後蘇丹宏的事情 敢跟你講說 我查完了 但我不確定 確定結果怎麼樣嗎 而且你想 他蘇丹宏的事情 還沒有結束 他又去搞健保費 健保費的那個掛號費 這個東西我這樣講啊 那東西到哪裡都是 都是重大政策嘛 從人民荷包掏錢 然後呢 他才趕快就是 政黨交替中間的矛盾 比我們想像更複雜 不然講說你是看守內閣 你是一個看守內閣 這狀況 你怎麼可能說 我放話說我要漲地價 我怎麼可能說 我要去漲這個 所謂的健保的掛號費 更不用講 今天你發生這麼多事情 你根本擺爛 都不只是擺爛而已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 沒有把賴清德看在眼裡 假如實話 尤其掛號費那件事情 我覺得 那個東西 不管你許理上怎麼講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有侵害到 絕民健保的精神 但是問題 從人民口袋裡掏錢 這一定是重大政策 怎麼會是你一個看守內閣 可以去做的事情 你做這事情之後 你不用去問賴清德怎麼樣 這都是賴清德要背 可是我今天我說錯我就做了 對不對 我管你賴清德 接下來什麼爛攤子 現在你會發現 整個內閣的狀況 都是長成這個樣子 看守政府 結果變成無政府狀態 每一條電子報做了國政調查 國政調查 第一名大家最不滿是王北花 第二名是誰 唐鳳 最不滿是誰 蘇衛部 當然這個都不能鼓勵 這個當然 你犯法要繩子儀法 可是他們也太不爽了吧 不爽的去蘇衛部開槍 對今天早上10點多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荒謬 一個民宿的老闆 帶了卡棒 然後帶了 藏著柱狀物體 然後進去叫大家先出去 先出去之後 然後連保全也趕出去 結果是為了什麼 他為了開槍 然後大家在那邊說 還是要進去 從裡面往外開槍 一對一對人就想說 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手機拍一拍 他拿出槍 然後就轟了 通過完之後 旁邊騎側都不要過 然後大家鳥受散 結果有人要過來停車 過來停車的時候 旁邊拍手機來說 裡面有人開槍喔 你要不要停車 你自己考慮一下 這是在台北市 這是在博愛車區 在總統府旁邊 你停個車去考慮一下 左邊會不會開槍 右邊會不會開槍 你說這個東西 到底民怨到達什麼樣的程度 你說這個在小門旁邊 對 就在小門旁邊 蘇惠布 他的一個新的辦公大樓 你現在進來之後 你竟然在這邊發生這個狀況 然後呢他就開完槍 把東西放著 你都覺得他好像是在放什麼 辦公用品一樣 然後呢 乖乖在那邊等警察來抓他 他跑也不好 沒有跑 對 因為他說 所以我就帶一個卡棒 一長一短 這個是斬彈槍 這個帶一個手槍 就 恭喜這麼多了 對 他就是去那個地方 他就是為了開槍而開槍的 所以他也不打算浪槓 也不打算跑 開完之後呢 就在那邊原地等 然後他就告訴大家一件事情說 因為現在來講 就是生活過不下去 如果生活過得下去的話 誰要上涼山 現在來講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他那一把散彈槍是智氏的 智氏的刑期是五年起跳 那是智氏散彈槍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警方情勢局也要再去查 他到底 民宿老闆 難道台灣 只有我們沒有槍嗎 為什麼民宿老闆 有一把智氏的散彈槍 可不可以講說 這個兇險 他也把這個槍手 他已經出入監獄很多次了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生活過不下去 然後呢他還帶了五個震撼彈 這五個震撼彈也是非常神奇的 一個民宿老闆 怎麼會有這個震撼彈 但是呢 現在數位部來講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事情 讓大家看不下去 所以連民眾都去開槍了 而且你剛才 你居然是在接近博外特區裡面 幹了這件事情 對 而且大家講 你數發部到底多討人厭啊 其實你想想看 數發部的次長在這個 在質詢的時候呢 你看 之前質詢到打瞌睡 然後呢王世堅來跟他講的時候 他又跟他記錄 我沒有打瞌睡 歐洲的地方 你這是眼睛小嗎 你看這個 就是鏡頭的嘛 誰沒有打瞌睡過啊 誰學生實在沒有打瞌睡過 你現在打瞌睡 你就是打瞌睡吧 你還是跟大家講 我沒有打瞌睡 然後呢 還跟王世堅在那邊爭 所以我覺得數發部現在來講 他就是一副 反正我就是爛 你拿我怎麼樣 你之前跟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質詢 你在那邊公然打瞌睡 可是今天你碰到了王世堅 你在那裡嬉皮笑臉 對 而且那樣子就是怎麼樣 反正呢 你拿我沒責 你叫我下台 我下台以後 繼續吼王世堅 你有看過這種官員嗎 如果你今天來講的話 你東西做得很好 你績笑得拿得出來 你要去反向民進 反向立法委員 那是你的本事 他那個表情 對 他就是善笑 怎麼樣 李玉芙就是跟你搶賭啊 你現在來講 我給你死 我給你死啊 你做沒責 他是科技專家嗎 數位專家嗎 不然怎麼這麼囂張 現在來講 數位部從他的部長唐鳳 到下面的 我覺得你 專案上檯面上的來講 沒有一個是專家 沒有一個人對任何資安 或是詐騙的事情 有拿出解決辦法 他們最強的東西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擺一個樣子 反正呢 你對我來說 你就是弄不倒我 反正我後面有人 你就弄不倒 所以這個女孩 他是政務次長 政務次長跟他講 他以前什麼 他以前是學地震的 地震了以後 他是濟南大學的 東南亞研究所博士 國際政治大學的 國家發展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你跟數位發展部 你跟科技 有任何關係嗎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數發部 你那麼多的一個資源 投注那麼多的預算 但是你找的人 你都不用為你的業務來負責任 其實他們這個成立 對很多的公職人員 很多的這個事務官 都非常的生氣 如果這樣子 就能當官 那為什麼大家要再讓 慢慢的幾隻人 幾隻人 慢慢的考 慢慢的考過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就去幫我們調查 那蘇惠布的這個影片 蘇惠布到底在幹什麼 蘇惠布在做一件事情 全力吹捧唐鳳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奇怪 那我們怎麼要看唐鳳部長嗎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網紅 所有東西都make sense了 只要拍網片拍影片 然後只要躺在那地方 只要吹捧你的部長 吹捧網紅部長 你的官位就會非常穩定 所以它裡面的youtube 全部都是唐鳳 我很少看到 你看把影片拉出來 你有哪一則沒看到唐鳳 都有唐鳳 都有唐鳳 都是這種 你這種東西可以當顯途嗎 只有花了兩百多億 搞了一二數位部 只是在吹捧唐鳳 這是唐鳳嘛 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可能當顯途嗎 我們網路媒體出來的 你後面是綠版 你也不用弄 你就直接 反正這個東西 只要看到唐鳳 唐鳳 滿滿的唐鳳 我們的預算 大部分就放在唐鳳身上 那唐鳳呢 就是躺著幹 反正呢 只要有唐鳳出現的話 他們自己 數位部內部的KPI 就能達標 唐鳳這個樣子 讓人越看越生氣 對 那跟他講說你總要解決吧 他說 他橫空出事 他說我找到解決辦法了 可是 他把這個解決辦法 拿出來了以後 唐鳳 AI天才 科技小天使 笑死人了 對我們現在來講 為什麼陳建仁院長會那麼生氣 我覺得很好 你終於知道我們的tone了 你被騙一次你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是陷阱 陷我於不義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民眾 每天都活在高度張力的詐騙裡面 有的人說被騙你就算了 對 還賠錢 對很多人 很多的棺材本都被騙了 好 那我們今天講說 你這個IT大神 天才IT大神 你也來受這個質詢 你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這個樣子就是怎麼樣 站著說話不腰疼嘛 你完全無動於衷啊 然後呢你今天上電視 然後你今天上網廣播 一直宣傳說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看看他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現在來講的話 點線面的事情已經結束了 點餐的已經失敗 那詐騙他到底做什麼呢 連個面線點餐都做不好 對 連做那個都做不好 好他就說呢 現在我們有很厲害的東西 叫做什麼 銀碼 我們把那叫號碼 或是東西 我第一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還有點興趣說 我們是什麼厲害的東西嗎 結果我只是把你的電話 零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後面把它隱藏掉 這有什麼難的 你一般的那個包裹 你拿麥克風筆把它化掉也可以啊 那這個東西 你竟然花了這麼久的一個時間 所以他很得意找來一個數配 數配了以後說 上面的這個所謂的資訊 化為銀碼 保護個資 重點是 我的個資早就洩漏了 對 我個資早就在後台洩漏了 根本不用透過這個洩漏 對啊 所以銀碼 當成天大成就 所以銀碼包裹 這四個字銀碼我就覺得很厲害 點進去原來就是把你的資料給塗掉 但是唐鳳這樣成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洩漏了嗎 很多時候 我們一上網買東西之後呢 我們的資料就裸奔啊 我們這後台就保掉了 那是成千上萬 數十萬筆的資料 一口氣被拿走的呀 對 所以這東西來講的話 它有沒有用 它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大陸其實2017年已經開始這個 而且它是全面性的 所以呢 我們讓你弄了一個速發部 然後呢 我們讓你花了那麼多幾千萬的租金 我們讓你弄了很多幾千萬的裝潢費 你現在就跟我說 你就弄這個東西 你就弄了這個東西 你就站著說要不要疼啊 我們任何一個人 受的苦其實都比他多 但是呢他拿出來的東西 拿公家的錢 然後到處出貨旅行 拿出來的東西就是 拿馬賽克 拿馬克比 把那個 數字給 手機號碼給塗掉 這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對詐騙 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今天另外一個非常荒謬的新聞是 謝金河 他是算財經的大佬 他等於政商關係非常好 他已經被詐騙到受不了了 對 然後他的秘書不斷去檢舉 結果都沒有用 那我覺得今天更妙的是 他就當然就打電話 然後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就出來了 對 他說沒有辦法 你不是最嚴重的 對 你連前五名都排不上 對 有多嚴重啊 謝金河一直在他的臉書上面罵 然後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已經做很多努力了 我只要叫我的秘書上網海巡 看到我就檢舉 但檢舉不了 為什麼呢 因為詐騙集團他的貼文 如果是貼文 你檢舉檢舉得掉 檢舉要代表什麼意思 他就得用去贊助買廣告了 買了廣告你就永遠檢舉不掉了 買廣告又不行了 因為臉書要賺錢 所以你要怎麼樣檢舉都沒有用 我們並會移除廣告 好 如果經過審查 這個廣告沒有違反廣告刊登原則 所以你永遠都檢舉不掉 但是因為謝金河一直把 所以廣告是詐騙 還沒有違反廣告原則 對 所以你本人去檢舉 假的謝金河是沒有用的 然後呢 刑事局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那倒是講 你可以用國家力量去跟臉書談啊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國家力量沒有打算處理這個事情 然後呢 刑事局呢 他只教你說 你就把iMessage給關掉 對 這真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他告訴你說 那你如果是用Mac 用iPhone 你就把iMessage給關掉 你應該去抓壞人 而不是叫我們 閹割我們手機的功能吧 那刑事局最有趣 刑事局 我以為他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抓哪個機房 我們要去抓哪個水房 我們要從頭原子 把他弄掉 他說沒有 謝金河你不要再罵了 你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是這些分析師 然後呢 還有這些什麼 什麼財經網紅 告訴你說 而且把數字拿出來了 他說這個東西呢 486是最多的 然後呢 你謝金河 你沒有在Top5裡面喔 所以你不要再罵了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 刑事局跟我們NCC 現在做的方法 就是叫你 你不要聽 你不要Pone 你不要點 只要你把自己 關在山洞裡面 你沒有手機 沒有WiFi 你就不會被詐騙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而且是新潮流的立法委員 職工唐鳳 職工唐鳳 你如果回來再把自由時報那三篇 其實根本就在質疑唐鳳的國家忠誠度 而且他是質疑你根本不願意跟美國合作 你是台美合作的絆腳石 結果唐鳳安然無藥 連今天陳建仁都還挺他 鳳廚坐在劉備的滴魯馬的時候 感覺還是很有風的啦 但是走到了洛鳳坡以後 鳳廚一命正軍心 唐鳳一走換民心 現在就是要唐鳳走了啦 真假的 清清楚楚的嘛 我再講一次 鳳廚那時候借劉備主公 借你的滴魯馬一用 他知道他要洛鳳坡 用他的一命去換軍心 拿下了四川 拿下了益州嘛 所以今天唐鳳所有事情都是他啦 不管民進黨國民黨誰不滿了 都是他 警察先生就是他 把他趕走就好了 唐鳳他沒有什麼政治的那個什麼sense 所以其他很多 知道我不會留的 你看像有些主委叫做 我不會連任的 我不要繼續了 唐鳳講說 他今天在立法院講說 長官沒有問我 長官說我再講 對啊 可是長官的下屬 都已經對你在後面插刀動刀了 今天到立法院去 唯一幫他講話的是林國城 幹他追求的是劉世芳跟林俊憲 劉世芳林俊憲 對不對 對不對 新潮流 然後阿德的人 你就知道了 觀眾朋友 因為國安局不滿 雖然那個東西沒有深究啊 你跟美國方面是不是不配合 你去參加這個聯合國的網路論壇 IGFO 你是不是放棄官方身分等等 唐鳳說 很多東西沒有澄清 但問題是 這個新聞不是 從這個所謂的偏欄媒體裡面出來 自由時報有兩天的時間 直接做半個版的罵 你有沒有發現 過去沒有過的 所以第一個 唐鳳是不是讓國安高層真的不滿 配額都不高 第二個 立委也不滿 民進黨立委講說 你根本沒加分 我們這次選舉當中 很多的一些訊息 其實網路上並沒有漲散封 我花那麼多錢 弄一個數位部幹什麼 所以呢 立委也不滿 國安單位也不滿 然後呢 國民黨立委更不滿吧 許小青去幫他算 我今天看一下我還掙多錢 他說 你這個數位發展部 我在想 花了 花了光是一個辦公室的搬遷租金裝潢 中間還有個中紀辦公室 就在我們電台旁邊的那個星光大樓 哪一個部會跑去星光大樓 租金一個月說是五百萬 一個月就五百萬 然後呢 兩個會議室 一個會議室拿來開記者會 好像也沒開過幾次 也是裝潢五百萬 所以就花了四億 然後呢 你的出國天數 這個我就真的 我要講一下 因為畢竟是換新的總統嘛 那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去當部長 所以你怎麼可能在2024年 今年年度喔 目前數發部所安排的 員工出國的計畫呢 365天 2024年就花了329天 幾乎每一天都有員工要出國 都有部份 然後呢 已經每個人出國九天 對啊 就是出國的那個安排天數是329天 然後去那個韓國的首爾 四個人的那個出國的預算 是46.9萬 一個人11萬 然後兩個人去新加坡 四天要多少 34.4萬 一個人要17萬 所以你的租金也貴 然後你的花費也多 可是你成效不好啊 那老百姓不滿是什麼 可是現場流真的對他這麼不爽嗎 不是 馬學哥是很簡單 我剛剛講嘛 國安不滿 綠也不滿 在野黨也不滿以後 最後還有一個民眾不滿 因為畢竟你花了 錢成立的一個部會 當然現在打炸那個詐騙 看起來優秘以前 最囂張的說好啦 可是問題是 詐騙還是存在啊 它轉換不同的模式 馬上開始要繳什麼稅了 還有那個牌照稅 所以小心一點 來跟你講說你那個睡眠腳好 按下去的都是詐騙 所以束發部你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民眾也覺得說 我們現在生活都不滿 那剛好推給他 因為今天林俊先生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你什麼不管 你連TikTok你都管不住 美國都認為TikTok是危險的 好 唐鳳部長今天 畢竟他是部長嘛 他今天的說法 他說我們已經將抖音 視為是境外勢力可控制的危害產品 他今天才發現 今天才發現 問題是 問題是林俊先生要他做的不是這個 他說美國是直接 去限制這個國際版的TikTok 那我們台灣不管是TikTok 或是抖音 你有沒有限制民眾去使用 尤其是在選後 這個是民進黨立委比較不滿的 有很多的影片 有的還不是今年的 在做票有沒有 抖音傳最多 但是你卻沒有能力去阻止他 所以他今天在地反應被罵得那麼慘 而且都是民進黨立委 罵得比國民黨還兇 你就知道 他應該不見容於當下 2520以後他繼續當部長的機會 是微乎其為 對 民進黨的立院黨團 真的很不給唐鳳面子 今天不但把你呆來說 給你叫做質詢 還有 竟然 把這個 唐鳳這個所謂的速發部 今年的出國計劃列出來以後 嚇死人的 剛剛講 我今天去首爾 一個人要花11萬 我今天去新加坡 一個人要花到17萬 然後去舊金山 一個人要花到35萬 大家知道35萬已經可以做 這個美洲郵輪之旅了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民進黨來說 如果你是自己人 全黨會護你到底 對 花多少錢都不是錢 但如果要你走的時候 你花多少錢都是錯的 現在唐鳳就面臨這樣 唐鳳現在 造成一個藍綠最大的共識 就是他是一個不適任的部長 沒有成績 所以你又花那麼多錢 才是大罪 大家記得選錢的時候 選錢的時候 這個屬於賴清德的人 林俊憲就說 就是因為打炸成績太爛了 導致選情這麼艱困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林俊憲的選情 一點都不艱困 因為沒人給他選啊 所以他到底在該什麼 原來他是在幫賴清德該 那打 真的是打唐鳳嗎 當然就是打蔡英文 因為唐鳳就是小英部長之一 所以今天誰要唐鳳下台 不是國民黨 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裡面想要術發布的人 想要唐鳳下台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數字出來 真的很難看 你術發布才幾個人 你一次出去了15個人 一次出去了21個人 一次出去了40天 一下了24天 花多少錢 花440 而且這個錢還不是完整的錢 他們還沒有公佈完整的 大家知道部會首長出國 還會編列一筆10萬到15萬的公關費 讓他去花 那這10萬跟15萬公關費 他只要拿著發票回去就可以報了 買的禮物給誰 給誰 給自己 還是給外賓 你怎麼查證呢 所以以前很多公務員 他很喜歡出國 出國交通費國家出 然後每一天還有所謂日資費 就是生活費 生活費是完全不需要發票的喔 我覺得立委應該就去調 他請假的天數 因為唐鳳愛出國到什麼地步 除了公費出國以外 人家觀光局在日本辦旅展 交通部喔 他以說唐鳳很受日本人的喜歡 他也要硬是自費請假 然後跑到日本去參加人家 交通部觀光局的活動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說 他到底是多閒啊 每天都在國外旅遊 然後環遊世界 這個135天 整個訴發部幾乎都在出國當中啊 現在經濟部已經宣布 4月份的店價要調張11% 那大家不爽的是說 現在剛剛講到 現在很多公布的所謂的這個 家裡的財務報表 綠店每一家都賺飽飽的 綠店吃飽 台電跌倒 全民買單 你現在的狀況是說 現在帳本是11 今年還是要虧損1000多億 而且他這是贏 我們全民補貼台電 你說我漲11%還要賠錢 還要賠錢 那代表有還要漲 對 而且重點是他今天撥補 那個台電 增資台電的1000億 立法院還不見得會過 所以如果那個沒過的話 今年肯定還要再漲 現在的漲只是 11%已經很可怕了耶 11%已經很可怕 因為他前面沒漲啊 而且剛剛就講了嘛 你看他現在行政院在為這個莫爹修 綠店在幹嘛 開香檳啊 開香檳 我今天講嘛 這就是三月嘛 雲爆嘛 大家都知道雲爆嘛 雲爆開發作會 他今年的營收 年增7.66% 然後呢 獲利呢 合併盡力是 年增116% 116% 年增116% 然後呢 每股存益EPS 8.77% 他的明年 他今年 他還估今年喔 這是剛剛講的去年嘛 2023 他預估他今年營收是三倍 然後呢 獲利呢 挑戰一個股本 你今天來講 這有公司比台積電都賺錢 只是你買不到而已嘛 對不對 他們這邊賺這麼多 然後呢 你政府一直在補貼 補貼店價 然後補貼 補貼拿這些綠能來做 你有多少錢可以補啦 全民有多少錢拿來補這個東西 你怎麼補也補不完啊 你今天的電力結構 你漲成這個樣子之後 你就注定會更貴 會電價要漲嘛 因為現在台灣真的已經 我這所有的發電的來源 已經沒有便宜的電了嗎 你現在的狀況 你核電廢掉 你要不然就是火力全開啊 要不然就綠電 綠電的價格已經這麼高啦 然後你現在的狀況 天然氣的部分 你能夠再做得有限 你總不會再走回煤 燒煤吧 不可能燒煤 不可能啊 而且天然氣很貴的 天然氣很貴 而且天然氣就是 它的國際的價格會浮動啊 那綠電的狀況 你當初約就簽得這麼貴 所以你的價錢 你本來應該這樣 國際能源在漲 然後但是你的政策錯誤 所以你又漲得更多 而且現在的狀況是說 你不是說我漲價就算了 因為我的價錢是一個問題 我量還有一個問題 量 你今天來講 你今年夏天工商業都在講說 我看你今天夏天怎麼過 他們尤其是做半導體的那些產業 他不擔心你漲價 他怕煤電嘛 所以他們跑去找賴清德說 我可以自己弄電廠 你讓我自己弄核電廠 因為他不只是說 我要不只是說要穩定來源 而且我還要能夠節省碳稅 所以最後的選擇 當然只有核電廠 我不可能來跟你走 我不可能跟你搞高工 因為不管你是燃煤或是天然氣 你都有碳稅的問題 我有碳稅的問題嘛 所以他們最後的狀況 就是跟你講說 我要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這種話說 你賴清德到現在跟美式一樣 你現在不是只有價格 因為你價格當然還要再漲一次 你現在這價格會帶動通波 但是問題是你電力穩定性的問題 你到現在完全沒有拿出方案來 那你到了今年夏天的時候 你到時候大家都在看你說 你今年夏天真的有辦法過嗎 台積電一個一個蓋下去 對不對 前一陣子就說 再加一要搞夠惡事 你到底有多少 這些每一個都是吃電怪獸啊 所以而且你現在漲價來講 對他們來講 不重要 但是問題是沒有電台才是問題 是 現在四月份要漲電價了 漲電價人看我們一張很緊張 什麼一個拉麵店長 他說沒有這個拉麵店 跟這個所謂的店價沒有關係 然後不斷講說 本來有人講說 你半夜烤麵包會比較省錢 沒有現在講是半夜烤 白天烤麵包也不會這麼問題 可以在騙小孩嗎 你現在的店價 怎麼可能跟你物價沒有關係 好的現在 價錢要上來 店價要上來 大家擔心物價跟著動 物價跟著動的時候 民進黨講不管了 現在誰當都一樣了 現在全球的能源都是這個問題了 誰當的店價都要漲 可是對於台灣來講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講道理喔 如果真的大家共體時間 你店價漲也就漲了 可是現在問題在哪裡 現在全台灣最不爽的一點就是 台電跌倒 綠電吃飽 這樣講 你要跌是應該整個店的產業列 全部跌啊 怎麼可能說你上游的 你剛剛綠電的 不管做太陽能的 你不管做方電的 你全部大賺奇才 每個人賺的飽飽的 賺的飽飽誰倒霉 倒霉的是台電 台電承受一切的苦難 台電承受所有的虧損 人家說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 人家賺多少錢 都跟台電沒有關係 那台電的虧損怎麼辦 台電的虧損就全民承擔 也就是 今天不是台電跌倒 綠電吃飽 是全民跌倒 綠電吃飽 對現在來講的話 4月就要漲電價了 4月來了之後呢 大家瑟瑟發抖啊 因為其實簡單來講 台電這幾年 你說它就是破產啊 如果不是每年都千億千億千億的撥補 它早就已經破產了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4月要來漲電價 然後王美華說得非常輕鬆 站著說話不要疼 誒有些電啊 你可以晚上啊 或是什麼時間電價 其實大家來講的話 都是受不了 因為現在來講 非常非常的憤怒 不是他講 更妙的是 你不要因為漲電價 就調整你的價格 廢話 電價是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本 對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上游 它調整價格的話 那我們做生意的老闆 他可能不漲價嗎 他一定漲價嘛 他漲價的話 我們一般人吃到東西 過去來講 從我們買美食 以後都沒有了 這個東西真的變成民怨了 所以呢 民眾最生氣的就是什麼 物價 油價跟電價 超過 電子報每個月 都做一次國政調查 這一次國政調查 特別針對 你最不滿意的部會首長 還有 你對於哪些的施政面向 你不滿意的 在各個施政面向 不滿意的裡面 第一名 物價 油價 電價 我們台灣人很常講的 打炸 打擊詐騙的這個東西 54.5 但是 物價 油價 已經高達了57.1 甚至我最不滿意的 就是經濟部長 王美花 剛剛講 現在 4月份還沒漲價 物價還沒有動 這個時候 物價 油價 電價 不滿都已經57.1了 4月份 還得了 對 大家其實都已經在 在害怕了 好 王美花一直以來 都講了一些大家都覺得 聽不過去的事情 你想想看 電價漲了 我們的日子 是不是會變得很苦 可是呢 他說不會 如果你好好調整電價 好好的利用 時間電價 你就可以 閃過去 大家可以說省錢 對 怎麼可能省錢 好 現在來講的話 小吃 一定是去賞 然後呢 之前的話 小朋友讀書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小朋友讀書 真的很辛苦 天氣熱 老師說不能夠開冷氣 夏天才能開冷氣 公家機關要26度 28度開冷氣 好 那開個電風扇 可不可以 可以10分鐘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你的電 慢慢上去 你的漲幅是越來越高的 蘇貞昌常常講 台灣是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這個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 就搞了一個斑斑有冷氣 現在沒有錯 你斑斑有冷氣 但斑斑可能開冷氣嗎 你現在的電價這麼貴 學校受得了嗎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電價很貴 所以現在來講 不准你開冷氣 然後呢 以前不是要找自習嗎 現在不用找自習了 為什麼 老師很怕說 你一找到學校去開冷氣 大家不要去 然後租金也要上漲 然後呢 每個月的電價也要上漲 你知道全民要來負擔的時候 你就看什麼 剛剛不是講嗎 台電跌倒 綠電吃爆 全民跌倒 綠能吃爆 你現在看到了雲豹啦 三地啦 這些集團裡面 每個你就看到了財報 每個都大賺錢 對 那你不是講嗎 你今天如果是電的問題 應該是我們的電 大家不是共體時間嗎 大家電應該都同漲同跌啊 怎麼這些 你發電的人賺大錢 然後我們這些用電的人賠大錢 好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說 現在來講 4月大家都瑟瑟發抖 因為電價要漲了 電價要漲了之後呢 台電 漲了電價之後呢 今年的收入 就會增加625億 但是呢 再加上一個東西 我們政府還是要持續撥補 撥補之後呢 你的虧損 還要撥補1000億 對撥補1000億 等於是625億 加上1000億 然後呢 虧損才降到100億 那大家講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台電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過去台電都自己發電 現在來講的話 台電都去跟人家買電 所以呢 這些來講的話 他的上游 每一家廠商都賺了非常多 包括雲爆能源公布了他的財報 他的EPS 到了8.77 什麼意思 就是他去年一年 差點賺到一個股本 一個股本就是10塊 一母一子耶 然後呢 3D能源 然後呢大雅集團 這些東西 只要跟他們有關係的 只要能夠跟台電接上頭的 一咬就是20年以上 所以呢 他們這些東西來講 綠電的上游 都賺了非常多的錢 但是呢 台電虧損的部分怎麼辦 掌我們的電價 然後呢 叫我們自己 一般的民眾 直接把這個東西給吞下去 所以現在大家講的話 就是台電跌倒 綠電吃飽 或者 現在很多人開始討論電價 討論電價 最不爽的一點就是 今天電價要漲了 那如果大家共體時間 然後呢 大家共同承擔 結果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 有一批人 吃上的喝辣的 結果呢 所有的責任 所有的壓力都是由台電負擔 台電被壓垮了 台電壓垮了 才逼我們說 欸你們全部都要給我加電價 不然 台電要倒閉了 剛剛你講說 台電跌倒 綠電吃飽 對不對 現在還有一句話叫 全民漲電 然後雲暴漲停 全民漲電 雲暴漲停 雲暴漲停 對不對 你現在大家都要漲電價 剛剛玉鳳已經講了 他EPS8點多 對不對 今年還要拼一個股本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漲完電價 差不多漲11% 我們現在的電價 將來的平均電價是3.45% 我們買綠電一度多少錢 多少錢 5到7塊 就是你漲上來的 現在全民痛苦指數這麼高了 還是不夠塞這些人壓縫的 你將來還是要繼續漲 因為你能源政策做嘛 對不對 你不是 你高比例壓在 所以照理講 你以前都是由台電做主 台電去購買電 或者台電去生產電 我要購買電 或者我要生產電 那是我台電自主 我台電自己做內部的規劃 可是現在 你要生產多少電 你要跟誰買電 這個電的價格 都是中央說了算 而且 還經濟部次長還去兼台電 台電的董事長 你告訴我你台電怎麼辦 對不對 經濟部長跟你講多少錢 你就多少錢了 經濟部長說叫你虧 叫你吞你就要吞啊 現在就告訴我 叫你買多少錢 你就得你買多少錢 這樣好做的都讓這些財人做去了嘛 對不對 他只要負責發電 然後他固定價格 這麼好的價格 保證收購 然後呢 蘇配電這些東西 所有壓力都在台電身上 你告訴我像這個結構下面 台電他怎麼有能力 去處理他的什麼 智慧電網什麼之類的 你當然一天到晚跳電啊 沒錢啦 他錢不夠塞這些 塞這些人牙縫啊 然後他自己手上 所有的虧損都台電承擔 所有壓力都台電承擔 別人只要管發電 機器插下去就開始收錢 剩下的operating什麼東西的 通通是你台電的壓力 做不好大家通通罵台電 虧 然後漲電價大也罵台電 問題是我剛講的 那個結構 他怎麼可能不漲 而且不只現在要漲 未來還一定肯定還是要漲 你說這只是其漲點 3.45跟5到7 剛剛講的你漲完了3.45嘛 那邊是5到7嘛 對不對 你非漲不可嘛 而且今天他 不過他現在要政府再爭執一千億 政府你覺得這預算立法院一定會過嗎 不會過嗎 我覺得這東西很難講 因為你過去的狀況來講 我是在野黨 第一個 你民進黨當初講好了 說廢核就是不會漲電價 廢核不漲電 對不對 你現在跟我講漲電價 你拿一套鎖匙出來啊 你說國際能源上漲 那問題是現在國際能源就已經下來了啊 對不對 跟國際也沒有關係 烏克蘭的戰爭導致的能源上漲已經下來了 那我是在野黨來的 第一個 你當初的承諾你要給一個解釋 第二個 我憑什麼知道你好過 對不對 我為什麼知道你好過 我幫人民看緊額包 對 把預算控住 可是他就講說因為你不撥補 你不撥補的關係 才會漲電價 漲電價才會物價上漲啊 在野黨就跟你講 你先把你的 你把能源結構調出來 你告訴我 你現在能源狀況這麼脆弱 對不對 你的電網這麼脆弱 一天到晚不是這個小動物 就是那個什麼靈異現象 在跳電的 對 本來還是什麼白鼻心啦 松鼠啦 鳥啦 最近都不演了 不明原因 不明原因啊 所以你這些東西不明原因 你先講 你先告訴我你怎麼解決嘛 你怎麼不能說漲電價之後 你還要跳電 你的售價變高 品質變低 對 在野黨一定是這樣講的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合理 而且你覺得現在最可怕的是 之前民進黨一直在講 我把核能廢了 廢了以後我保證 而且他講十年補漲電價 還沒過 你現在要漲電價 而這個電價只是剛起漲點 而且這個電價 還不能改善台電的這個電力結構 現在他們才承認說 喔對啦 現在用核電是最便宜的 對啊 現在台電自己的狀況 自己的財報就告訴 自己的財報告訴你說 用核電大概是1塊到1塊5 我們剛剛講的 它平均發電 現在漲完之後3.45 跟了5到7 差多少錢 那問題是 民進黨現在還是跟你講不缺電啊 他還是跟你講不缺電啊 可是問題是 但是你現在講不管台積電也好 台積電做的封裝也好 或者我們將來要做AIA也好 每一個都要電 講出來你電不夠 廠商就不來嘛 講白的是這樣 廠商就是外移嘛 你當然不缺電啊 因為沒有廠商要來 他說 廠商不會看你的 不會相信台電的縮時嘛 所以他為什麼見到賴清德的時候說 要不然你知道我們自己做核電廠 就是這樣嘛 因為廠商就認為就是電不夠 所以我絕對不會蓋一個東西 蓋一個廠蓋好之後 在那邊電不夠停工 像我們之前講的越南的狀況 對不對 搞到我的廠都沒有辦法 沒有operating 所以廠商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最後不是你電力結構的問題 而且影響到你整個產業結構的問題 其實現在有人主張啊 那你要不然的話 你不可能開放廠商做核電廠 那要不然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對不對 讓他們去 讓他們收購 讓他們運營嘛 對不對 讓他們 讓台積電自己去做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買下來自己做 會不會是一個可以解決的辦法 好 董事長 民進黨過去在廢核 或是在搞他的能源政策 2025廢核家園的時候講說 保證十年內我不會缺電 而且我不再不缺電 我怎麼樣 我連電價都不會漲 可是看起來 這個火藥球 火藥庫 要交在賴清德手上 你掩蓋了這麼久的東西 現在綁不住了 連童子賢就講了 現在怎樣吧 AI的運帥需要耗電 電力就是國力 不是只有台灣 全世界都在拼這個 可是我們這幾年來 在這一塊是停止的 對 這個是民進黨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短板 就是電力的問題 因為他一直用 幻想的 用綠能來代替所謂的 我們的基礎電力 就是所謂的機載電力 機載電力基本上 全世界能夠用的 你也知道幾種 幾種火力發電 LNG 然後核能發電 這是穩定的機載電力 結果我們居然開始在蔡英文政府 在王美花部長任內 大量的運用 想用綠能來替代機載電力 那當然變成高度的不穩定 然後這是想說品質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更糟糕的問題是什麼 量的問題也不夠嘛 石有問題量也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看到的 面臨到說開始要開始漲價了 漲價是民生的感覺到非常的壞 這是第一個情況對不對 而且按照每一道電子報 每個月都做一個國政民調 現在國政民調 八億就說 我本來是對詐騙最有感 全民都就是反詐騙 結果詐騙現在變第二個 現在第一名 電還沒漲 四月份都還沒開始漲 物價 油價 電價 已經是老百姓最受不了的 前面這個 就是說這個 老百姓這個物價 油價漲 是57.1%不滿意 然後打炸民眾財產是54.5% 然後你就看這有趣的 第一個不滿意的部長是誰呢 王美花 第二個是誰 唐鳳 唐鳳 就是他們的業務 剛好就是他們讓老百姓不滿意的地方 部長也不滿意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禍國殃民的兩個人 怎麼講法你知道 因為這個足足耽誤台灣八年 就是你整個民進黨的綠人的綠電的政策 全面失敗 我們今天要畫下這個句點 民進黨的神主牌位是不准用核人 廢核 廢核家園是我們的夢想 那個是30年前40年前的老東西 蔡英文講說我不缺電啊 對 然後就吹牛 蔡英文就吹牛說我們不缺電 然後牛皮吹完了現在的阿婆浪槓 就不管520之後誰負責 賴清德 賴清德倒大煤了